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央金在藏语中有着妙音的含义 人如其名 这个女孩继承了母亲的好嗓子 她的母亲雍熙让北京的金山上从雪域高原传遍四方 而她父亲韩宝来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 这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家 父母平时工作虽忙 但只要有空闲便会陪着小央金 父母外出会演的日子 她便坐在窗前望着天上的流云 唱着歌等他们回家 音乐是小女孩心中的最爱 当他们回来时总会带一样小礼物 或是玩具或是零食 那是小女孩最快乐的时刻 可惜小央金的快乐只延续到了六岁 那年她没有等到礼物 只等到哭肿了眼睛的母亲 和一句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她的父亲在慰问演出途中不幸殉职 上天夺走了年轻的爸爸 留下幼小的女儿和脆弱的妻子 父亲的丧事后不久 母亲被派去上海进修 小央金便被独自留在小城昌都的邻居家 打扫卫生 洗洗涮涮的杂活 都压在这个只有半人高的小女孩肩头 但只要唱起歌 她便觉得那些活也没有那样累 有些苦她持过便忘 但另一些却永远地刻在她的骨子里 邻居刻薄稍有不顺意便将气撒在小央金身上 她需要从一个眼神一个挑眉中读出大人的情绪 得用最快的速度猜出他们话里的弦外之音 那些日子她尝够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长期压抑之下叛逆成了她发泄的唯一途径 小央金成了一个野孩子 她如一只离群的小兽用小小的尖牙 去对付这个可怕的世界 这样的日子从六岁过到九岁 那一年母亲再婚有了新家 而小央金却独自一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去投奔奶奶 去北京的路很远 列车开了三天三夜 绿皮车停止了摇晃 小央金随着人潮走出诺大的北京站 八月北京燥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一双苍老的手牵起瘦小的女孩 奶奶和叔叔将她带回了家 青藏高原上的央金着马就这样成了北京胡同里的寒红 她一边干活一边故作成熟的说 奶奶您看我多会干活 而且我不喜欢吃肉 小脸上的笑容写满了讨好 而奶奶看到的却只有心酸 生活之下九岁的寒红早已不像个孩子 老太太扯了扯孙女就裤子上 接长的那一块破布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 乖孙女 奶奶不用你干活 以后啊家里的肉都给你吃 从此以后 有奶奶的地方便有了家 在奶奶的陪伴下 寒红渐渐的懂了什么是爱 然而由于父母缺失 满身尖刺依旧是她抵御这个世界的铠甲 她成为学校里的一霸 但凡谁说她一句不是 就免不了一顿拳打脚踢 虽然在奶奶的教育下 她略微有所收敛 不再与旁人计较 但是音乐却是寒红心中 不能触碰的底线 然而偏偏有好事的同学 说她唱歌怪里怪气 气急的寒红 把说这话的同学打得住进医院 寒红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孤僻霸道 离开学校的寒红 没了未来也没了朋友 能够陪伴着她的只有音乐 在寒红心里 音乐是一种救赎 她能安慰自己孤独的心灵 也能带来收益 以养活自己和奶奶 音乐是她活着的一种方式 在那个年代 比赛是跨境音乐行业最直接 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只可惜 每每登台 评委的评价总是 唱功不错 形象欠佳 洛选回家 她躺在窄床上 盯着天花板声闷气 时不时想起五岁那年 合唱团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登台演出这件事 不适合你 那是一次合唱团领唱选拔 小寒红一一口碧落选 不仅没当成领唱 没过几天 连唱和声的资格都没有了 那时父母尚在 他们陪在小女儿身旁给她鼓励 女孩也坚信自己以后依然会唱下去 落选的小小烦恼很快被抛在脑后 只是如今 屡屡受挫的韩红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的确不是做歌手的料 之后的日子里 她依然辗转于赛场 依然失望而归 直到1985年年底 碰壁三年的韩红终于捧回全国首届金孔雀杯声乐大赛北京赛区优秀奖证书 她和奶奶兴奋的一连几夜都没有睡好 第二年 韩红被召进了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 本以为纵情歌唱的日子就要来临 命运却让她走上了另一条路 一纸掉令 韩红从文工团去了通讯站 部队纪律严明 没了舞台 韩红便再也没有自由歌唱的机会 她只能在活动时间偷偷地唱上几句 九年通信兵生涯她不曾忘记音乐梦想 终于在1995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 同年她带着奶奶卖冰棍 护纸盒攒了整整十年的三万元 拍出一支MV 喜马拉雅 孙女 奶奶不懂什么MV 但知道你爱唱歌 这些钱你拿去 奶奶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拿着奶奶的血汗钱 她是要博出个名堂 事实证明韩红赢了 她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赛同奖 就这样 韩红从高原唱到部队 又从部队唱到中央电视台 那一年她24岁 在千禧年 韩红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 千兽那天 队伍从西单排到了六部口 随手打开广播播放的 《不是天路,就是美丽的神话》 韩红火了 商业邀约分质打来 音乐类奖项也拿到手软 与荣誉相伴而来的是她从未拥有过的大笔金钱 然而人在最明亮时总是最迷茫 最繁华时也总最悲凉 从前纯粹热爱的音乐 俨然成为商业利益的工具 原本一心唱歌的韩红也被资本 斜着陷入金钱构成的洪流 她开豪车 出门带助理 整日戴着墨镜口罩 有人说她目中无人 不可一世 后来 韩红评价那时的自己是 小人得志 唯一的安慰是辛苦一生的奶奶 终于不需要靠卖冰棍 艰难谋生 那个抚养自己长大的老人 是韩红混沌世界中唯一温暖明亮的火光 可惜世间好物不兼牢 采云一散流离脆 2005年的春天 奶奶因脑溢血 粗然离世 韩红坐在曾和奶奶相伴成凉的老树下 看着阳光慢慢退出院 小院里 再也没有人听她唱歌了 再拿奖 也不知该去给谁看了 她感觉自己仿佛一块飘在海上的海绵 很轻 就那样漫无目的地飘着 没有归宿 奶奶走后 儿时入骨的孤独感汹涌来袭 韩红又一次成为了孤儿 三年的时光逐渐抵挡了悲伤 她不再日日回想奶奶再事实地点点滴滴 但在奶奶最后的生命时光 对她的嘱咐 韩红始终不曾忘记 大红 什么时候奶奶不在了 你不能忘记要做好人行善事 韩红慢慢想明白 如今这世上已经没有人爱我 那我去爱别人便好 自那之后 慈善成为了韩红与生命和解的一种方式 她将目光投向两个群体 老人和孩子 从那天起 她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孩子 时至今日 韩红已经收养280余名孤儿 直接或间接资助的孩子 更是不计其数 自从奶奶离去 她曾认为自己将一直流浪 直到在孩子们中间 她找到了安放漂泊之心的海港 在公众面前 她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 也是孩子 从2011年起 韩红便发起百人援助系列公益活动 迄今为止 七年时间里 韩红带领近200人的团队 为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 送去公益医疗服务 直接受益群众达上万人次 与许多明星兼做公益不同 韩红在公益中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精力 音乐事业也一再搁置 每一次援助 她都亲自带队驾车行在路上 路况复杂 高寒缺氧 200人的团队与现场上千的乡亲 她都要一一顾忌 一路上多绿少眠 半一场一枕 她的头发白了一半 上一次高原 她的心脏落下了病根 但只要切实地解决了乡亲们的病痛 韩红就觉得一切都有意义 从前她认为 做慈善不必宣传 也不该声张 但在2014年 某些明星接连因吸毒被抓 五点一人的消息 占据了新闻的满屏满板 韩红决定 在这一年的百人元清项目中 将媒体邀请至于援助队伍中去 我以前做公益不敢宣传 怕人家说我是作秀 但如今 头条都被那些吸毒嫖娼的人站着 多我一个韩红做慈善秀就怎么了 果然 百人元清相关节目已经播出 铺天盖地的质疑再一次涌来 人们只看到她说话直接 以止气使 故意忽略她对 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的母亲拍着胸脯说 这个孩子 我来救 人们说她号召明星 出资捐助道德绑架 忘记她在白血病患 儿会诊中 毫不犹豫地说 需要的20万经费 我来除 韩红深知网络中的恶意 但既然走出这一步 她便不会再退缩 如此百人元助这样的大型慈善项目 韩红每年都会组织一场 除此之外 还会有两三个小型项目 平均一场百人元助活动 救助5000人 需要资金超过2000万 筹钱是韩红每年必做的功课 为了慈善 一向高傲的韩红愿意折腰 如果资助不够 她就掏出家底 把钱往里砸 她不买房 不置业 不消费奢侈品 因为内心足够富有 她不再在意物质享受 其实她是无力在负担物质上的更多压力 也曾有人劝她 让慈善的脚步停一停 去参加一些商演 综艺 为自己做积累 韩红蜿蜒拒绝 我能维持每天的一周一饭就够了 即便赚来钱 我也会投入到慈善中 她所谓的一周一饭 有时就是馒头蘸着辣酱 再配上一碗青粥 这些年 韩红在公益事业上 已经投入了上亿资金 其中很大部分 都是她这些年来的积蓄 从青海回来的第二年 韩红终于走上了某综艺的舞台 朋友说 看来老韩是真的穷了 否则她也不会上这些活动 这一次 韩红也没有否认 这些年做慈善 我的确快捐空了 如今 那个曾在火车上孤独害怕的女孩 已经48岁 她将人生的大半时光 都献给了音乐与慈善 她们一个治愈她的童年 另一个 高位她的中年 从青藏高原一路走来 她以为自己只是一个 用生命歌唱的小孩 渐渐地 她给了更多孩子 歌唱生命的机会 现在 她是280多个孩子的妈妈 也是上万被救助相亲的恩人 曾经教会她善良的奶奶 已经过去14年 美美提起 她依旧泪流满面 奶奶生活过的那间小屋 韩红一直不曾重新装修 只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行善不分先后 部分高低贵贱 希望大家能用自己的方式 为社会中那些灰白的地方 添上一些颜色 带去一点欢颜 感谢观看